今天晚上十一点多台中的清水高美派出所接会民众报案 表示有人朝当地理长办公室开枪 警方获报之后呢 赶紧立刻执行拦查围捕 巡线追查逮捕了四名涉案人 那初步调查 这起事件起因是 双方在参加一个庙会活动的时候 爆发口角冲突 那事后这嫌犯等于一行人 四个人共乘一部车子 到这个里长的办公室 去理论 找里长理论 那在这个室外 朝这个房屋开了一枪 那真正的犯案动机 那我们后续还在调查中 初步调查事件是因为 庄庙会的活动 里长同仁跟涉案人一方呢 有发生口角冲突 事后呢 四名涉案人跑到里长办公室 叫嚣 朝房子开了一枪之后 变成车离去 警方认为犯案动机不单纯 持续追查当中 至于这四名涉案人 涉及枪暴跟其他不法行为 调查清楚之后将依法 已请台中递检署全本 哈喽 我是叶� 想要看到更多更及时的新闻内容 请订阅华氏新闻的YouTube频道 并且按赞开启小铃铛